安装喷头之前 我们现在检查喷头 喷头里面都是打了保湿液的 在运输过程当中 它是有可能会流出来的 如果喷头的这个电路部位 有流出来的保湿液或者墨水什么的话 一定要把它清洁干净 像这个没有 是吧 我只是示范一下 第二个位置 数据线接口 我们也用那个无层纸 去检查一遍 像这个完全没有墨水或者是保湿液 如果有的话 用无层纸清洁干净以后 我们还必须得用电春风把它吹干 这个位置如果说有液体的话 一定会引起短路 要么上机后报错 要么造成拉射弹 或者是其他稀奇古怪的电路问题 这里是一定要清洁干净的 这是喷头上面的 我们再检查机器上的 这个数据线 如果说它使用的很旧了 我们尽量换新的 如果不是很旧 磨损不严重的话 我们也在装喷头之前 一定要再清洁一遍 因为它是铝片 铝在空气中它会氧化 会引起接触不良 会引起接触不良 清洁完数据线以后 我们开始检查磨蓝 我们要检查 每一个磨蓝里面的 墨水容量 如果说墨水容量过少的话 我们要用注射器抽一遍 如果说机器 就是说停泛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去使用 我们也要把它抽一遍 墨水在这个磨蓝里面 长时间不动它也会沉淀 会引起那个墨路不畅 这是一定要抽的 像现在墨水都是满的 那我们就不用抽了 墨蓝接口部位 有个橡胶密封圈 如果这个密封圈损坏的话 它会造成墨蓝与喷头盖的浸墨嘴 密封不严 大受清洗的时候 空气会从这个位置进入到喷头里面 会造成大面积的断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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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栏检查完以后 我们检查墨垫和刮片 这个部位也是如果说机器 停止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这个上面残留的墨水 会形成墨垢 造成墨垫与喷头磨片 密封不严 会严重影响清洗的效果 还有刮片 刮片上形成的磨垢 会造成它把磨片上 多余的墨水刮不干净 形成浮沫 也会造成喷头 断增 不规则的断增 检查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安装喷头了 喷头一定要安装到位 装屏 如果装不屏的话 墨垫就无法贴屏 不贴屏的话 就形成不了真空 形成不了真空 就无法布墨 布墨出墨来 那打测试条 就是一针都没有 喷头一定得装屏 那么好 不错 也 cases 除了 香蕉蜜蜂圈是好的的 墨蓝 它插到喷头上 这个墨蓝插到喷头上的时候 是很有手感的 而且是比较紧的 我们在清洗之前 在墨垫上 倒入点清洗液 然后洗一下 喝汤 停下了 糖 对 电池 煞叮 煞 沥湧く 挺地上座的 丘竿 二 dads 搓成 驴 沥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清洗完成以后 我们来检测一下墨电 现在这个墨电上面有很明显 墨水流出来的痕迹 这样证明墨泵是好的 墨路也是好的 如果说墨电上面没有墨水流出 那么要么就是墨泵坏了 要么就是喷头没有砖瓶 墨电无法与喷头磨片贴瓶 形成真空就抽不出墨水 或者是这个墨电 它上面有缺口 形成不了密封漏气 它也是抽不出墨水的 这个上面没有墨水的话 那么打测试条 就会出现一针都不出 现在这个上面有墨水 证明墨路墨泵正常 然后我们开始打测试条 c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机器在打测试条之前 有一个摇晃的散喷动作 在这个散喷的动作的时候 它会有 吱吱吱的 类似于电流的声音 那就是晶体在工作 有这个吱吱吱的声音 证明电路也是好的 主板电路 喷头电路都是正常的 可以喷墨 如果没有 那么它打测试条也会 一针都不出 如果没有闪吱 它也一针都不出的话 那我们首先怀疑的是 主板上的保险丝给烧了 检查它的方法是 用万用表检查保险丝 是否熔断 然后也有另外一种检查方法 就是换一个 您确定是好的的喷头 上机 看到有没有 这个散喷的声音 和打瓶 是否会出现 一针都不出 你就把它拍完 到时候我该检查 我自己去做 特别忘记了 你会认识 跟着 有没有 是否就给他 在这里 我们也会有 这是什么 極端 这是什么 我 有没有 在这里 我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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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